一天一短文 陪您度过好时光 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 在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 我从今年开始 要训练自己日走万步的习惯 也因为如此 所以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穿梭 也因为如此才知道 对于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并不熟悉 甚至可以说相当陌生 特别是在去年 从网络上看到一则 评见全球城市最有趣的街区 我自己所住的社区 竟然被评选进前十大之一 这让我非常的惊讶 我原来对于自己所住的地方 如此习以为常 没有漫下来 慢慢的好好欣赏它 于是我开始有了 城市漫游的想法 漫游城市要有故事 也要有历史 最好可以穿越古今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透过刘勇老师 他的画作 透过他的介绍 我们可以认识被保留下来的古迹 过去曾经的历史 我们也可以听他说说 当时候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 所发生的故事 这张童年记忆中的大院子 是这次画展的主角 前年有一天 下午我看电视 播报有一个日本海军招待所 是当年的 后来做教员宿舍 后来又失火 然后又建设公司 把它接管重修 而且原来用什么材料 就用什么材料 修旧如旧 在旁边又开了一个咖啡shop 也喝咖啡的地方 至于主要的建筑 则开放作为画廊 我看到那个新闻 说这不是我小时候玩的地方吗 是啊 他就在我小时候故居隔一条巷子 而且他的大门跟我的小学 隆安国小是遥遥相对 我常常一放学 就直接从这个门出来 就进那个门 他的门总是开着的 四周的墙也都不设防 因为那是用榕树啊 或者是马英丹呢 这些树支撑的围墙 一直到现在 如果您到大院子来 你还可以发现 正对着大院子的门的右侧 那边巷口 还是用的树墙 早年这种日本建筑 他们甚至都不用门 有门的话也是很矮很矮的门 所以我都在这个当中玩耍躲猫猫 在这张画里头就画了 小朋友在躲猫猫 跟爬树摘树上的面包果子 男生在上面摘 女生在下面玩 收集 那个面包果子打开来是黏黏的 我从来没吃过 但是据说可以拿来烤着吃 这里面还有一个像井一样的地方 那是在前井 小孩捉迷藏的那个旁边 不是太清楚 但是很重要 因为我小时候大家都传说 那个里面藏了日本兵 说注意听 那里头还有日本兵在讲话的声音 那个后头也是住宅区 右后方应该是阴海光故居 现在也是对外开放的 正门有人聊天 有卖饼干糖果的那种车子过 有卖小吃的挑着担子过 有三轮车没客人 所以拉三轮车的人在那逗笑狗 还有小孩在帮着大人推人力车 也有一个爸爸带着女儿 骑脚的车过 那女儿跟着后面推车的小孩打招呼 说不定是同学呢 大门进去正对着的就是大院子这个画廊 也就是我这张画正展出的大院子的画廊 画的是傍晚的时候 晚霞在天 因为我都是在傍晚的时候在那玩 所以留下很深的印象 院子里头有各种树 有些野子树 棕榈树都非常的高大 至于面包树 那是很适合爬的 榕树 它们可以一直长大 一直长大 但是我认为 现在大院子的树 跟我那个时候 跟50年前 已经有了一些新陈代谢 可能在靠最后方 或者是院子的左边 还有几棵 是我小时候曾经玩过 或者是爬过的树 这张画画的东西 因为正是大院子 所以您可以记住 它画面的这些建筑 然后出去对照一下 大院子四周走走 走到后头去 它很有意思 它的设计是非常讲究的 比如说厕所 它会远离主要的建筑 它中间的篮子很宽 所以可以在那边乘凉 可以在那边晾衣服 阳光不容易 很剧烈的晒下来 而且它有很多弯折 每个弯折 中间都形成了 另外一个小院子 那小院子 可以让人去布置 等于是小花园 如果种上香的花的话 那个香花围在 那个小院子当中 就越发变得更富裕 变得更香 这张画很长 长达八尺多 上下款三尺 希望大家喜欢 您喜欢城市漫游的主题吗 请别忘了按订阅的小铃铛 当你漫游在流动的街道城市中 听着短文中 那个年代的人物 为你说着生活点点滴滴 将有如穿越时空一般 这时你可以放下日常烦心事物 让心情去旅行 在城市漫游这一系列的每一集短文 将带着大家对台湾城市 做更细微的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